没有人冬天来北海岸玩 很冷 不是这个就是一个热门的玩玩 夏天你看你光来这边 你要拍照的时候 你就会流得满身汗 然后都是人嘛 我们就是要避开人潮 曾专程到冬天去北海岸玩 主持人纳豆和曾子余 在美食行脚节目中 带领大家探索新世界 不过纳豆上个月24号 因出血型脑中风 进行引流手术 当时医师建议多休息 因此告假到5月份 如今却被爆出 可能得收养一年之久 这一次我终于等到豆哥请假了 所以我可以换一个新搭档了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欢迎我的老婆梁淑娅 吃的地方我就不涉猎 所以我想说 我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饭店 当初住院前 原本预计请假两个月 不过由于纳豆的复健 疗程较漫长 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来调养 才能再回到工作岗位 而对此经纪人则表示 目前跟家人讨论请假时间不会更动 不过后续一切还是会以纳豆的身体健康为准 这边是以前的游客中心 对对对 然后现在已经改建 然后这边暂地很广 以前就是打卡景点 所以这边很适合来到这边可以打卡 师傅会延长请假 制作单位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但由于节目无法停摆 因此包含梁书涵 黄灯辉等人都曾接力来替纳豆代班 而近期还会有张文琪和郭彦均来帮忙 主持工作暂时有人顶替 也可以让纳豆专行修养 期盼能早日以阳光健康的形象回归 阴光幕前 TVBS新闻连运名赵佩宇台北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